弟兄姊妹平安 那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诗篇第一篇二到三节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胜利 阿们 这是一个科技进步 一日千里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资讯爆炸 充满变化的时代 每当我们一早醒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这个世界又有许许多多 新的事物发生了 我们每天可以从不同的管道 得到许许多多的资讯 我们也会听到 来自于四面八方 各种不同的声音 不可否认的这些资讯 这些声音 对我们生活品质的提升 是很有帮助的 就好像要如何烹饪出 一道又一道 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吃的 佳肴美味可口的点心 要如何提升你的竞争力 要如何锻炼你强迫的体健 要如何来让你的青春美丽 永保 哪里有好玩的 哪里有好吃的 真的是琳琅满目 你只要上网猜一下 你就发现有一大堆资讯 呈现在你的面前 的确我们有很多的资讯 可是有很多的资讯 却是一些夸大不实的一些错误的资讯 也同时会有许许多多 被扭曲过的声音 而这些资讯 这些声音 也的的确确会给我们生活 带来许许多多的困扰和不安 其实说真的 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 这么庞大的资讯 可是大数据的分析 它会根据你曾经上网的一些资料 你的喜好 就会把一大堆一大堆的资讯 很自动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同时在我们手机里面 也常常会传来那一种 所谓机器人的给你的流化 来的电话 不是强烈推销某些产品 就是告诉你 在某某大使馆里面 有你很重要的信件 等你来领取等等的 所谓的诈骗电话 说真的 生活在现今这个世代的你跟我 已经被各样的资讯 各样的声音 所团团包围住了 面对这样的情况 作为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 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谨慎小心地去面对 去面对跟处理呢 如果我们不谨慎 如果我们不小心 我们可能根据那个错误的讯息 很可能听到那些被扭曲的声音 以至于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 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 不但让我们感觉到后悔 懊恼 甚至我们都落入那个恶者的网络里面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的确要听到 这个世界发出了什么声音 我们的确要知道 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 可是容我再提醒你 作为一个神的儿女 我们更要知道 神在这个世代里面 祂的心意是什么 神对这个世界又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今天诗篇的作者在这里 很清楚在提醒我们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面对这样一个多元多变的 这样时代里面 让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心 安静在神的面前 让我们聆听圣灵的声音 让我们再次好好思想 神的话语 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再次摸着主的心 好让神的话 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上 真正的力量跟帮助 好让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 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阿们 戴伊里 是一个被掳到外邦 巴比伦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犹大年轻人 在他那个时代里面 他看到了那在战场上 那种残暴 厮杀 无情恐怖的画面 他也看到许多人 经历了家破人亡 非常可怜的一个画面 他也听到了 那个征服者 非常得意的狂笑声 他也看到 他也听到那些被掳之人 无奈 无助 可怜的哀嚎声 我相信 没有人会喜欢 戴伊里所面对 所处的那个环境 可是戴伊里的人生 它却不是一个悲惨 毫无盼望的人生 反而戴伊里的人生 是一个充满不平凡 精彩又丰盛又福的一个人生 圣经说 戴伊里他的聪明智慧 胜过巴比伦全国 所有人的智慧的十倍 戴伊里能看异象 能解异梦 他的灵性美好 他是一个被掳之人 可是他一路被提拔 被高举 成为通国里面 最高的行政首长 戴伊里的人生里面 经常有天使出现在他的面前 甚至那个尊贵的国王 都要向戴伊里 俯伏下拜 而戴伊里有三个好朋友 这个三个好朋友曾经被丢到 比平常的火窑要高出七倍的烈火 这样一个火窑里面去 可是他们竟然能够平安无事 毫发无伤地走出火窑 戴伊里的人生实在是非常的精彩 非常的丰富 也是非常有福的人生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戴伊里的身上来学习 要如何才能够活出一个精彩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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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点 你要欢迎圣灵 在你的生命里工作 好不好 你对自己说 我要欢迎圣灵 在我的生命里面工作 我们来读两节经文 戴义里书四章八到九节 末后那造我神的名 称为婆提沙沙的戴义里来到我面前 他里头有圣神的灵 我将梦告诉他说 素氏的领袖婆提沙沙 因我知道你里头有圣神的灵 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你为难 现在要把我梦中所见的意象 和梦的讲解告诉我 戴义里他是一个被掳到巴比伦 一个非常可怜而且是不幸的人 可是你有没有发觉 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扫王 在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 有两次提到非常重要的见证 他说在戴义里的里头有什么 有圣神的灵 在戴义里的里面有圣神的灵 圣神的灵就是圣灵 戴义里里头有圣灵 尼布甲尼扫王 为什么一眼就看中了戴义里呢 因为戴义里的里头有圣灵 那我们就接着要问说 那尼布甲尼扫王 为什么又知道在戴义里面有圣灵呢 在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 没有任何奥秘的事 可以拦倒戴义里 换句话说 在戴义里里面的圣灵 他的工作是这样一个明显 这样的一个彰显 以至于戴义里所办的事情 尽都顺利 戴义里的表现是如此的卓越 是如此的出泪拔萃 这样的与众不同 以至于尼布甲尼扫王在众人当中 一眼就看到 戴义里 他身上是有圣灵的 因为什么奥秘事都难不倒他 在这里我就要请问弟兄姊妹 请问 在你的里面有没有圣灵 有还是没有 当然是有 好不好 请你跟自己说 我确定我里面是有圣灵的 是的 因为主耶稣曾经应许我们说 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 而且永远不离开我们 所以凡是真心接受 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 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 而且永远都不离开你 圣灵在戴乙里的里面 戴乙里表现这样的出泪拔萃 宇宙不同 什么奥秘事都拦不倒他 所以紧接着要请问弟兄姊妹 你里面是有圣灵的 但是你里面圣灵 有没有让人看见呢 你里面是有圣灵的 那请问你 你里面的圣灵 有没有让人看到呢 特别是你的上师 你的老板 你的家人 特别是你的配偶 希望答案是有的 希望答案是肯定的 但一里 他里面有圣灵 他能够表现得这么的卓越 这么的出众 以至于尼布甲尼撒王 看中了但一里 而里面也是有圣灵的 所以当圣灵在里面工作 脏型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表现得出泪拔萃 因为与众不同 可是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基督徒 他里面是有圣灵的 可是没有人看得出来 可是他没有出泪拔萃 我们就不禁要问 这问题到底是出在什么地方呢 难道是神偏心吗 难道神特别的爱但一里 所以圣灵在他里面工作 是这样的一个彰显 而神没那么爱我 所以彰显不出来吗 这是错的 我们的神不偏心 因为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 神是不偏待人的 所以问题不在神的身上 问题是在人的身上 圣灵的工作 为什么可以这么明显的 在黛仪里的生命当中 彰显出来呢 因为黛仪里 欢迎圣灵的工作 在他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 可是我们里面有圣灵的人 我们到底有没有欢迎圣灵来工作呢 如果没有 是不是因为我们把圣灵 冷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偏远的地方呢 我们不肯谦卑地来聆听圣灵的声音 我们也不肯顺服圣灵的引导呢 我们只凭着自己的喜好 我自己想要的 我就去做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一个 卓越 有福 精彩 这样一个人生 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祂就是要引导我们 祂就是要帮助我们 可以过一个精彩又丰盛的人生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放下自己吧 让我们好好地来聆听圣灵的声音 顺从圣灵的引导 但以理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而当但以理他愿意谦卑自己 欢迎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来工作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我们再读一节经文 但以理书二章四十六节 当时尼布贾尼撒王俯伏在地 向但以理下拜 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贡物和香品 我们看到尼布贾尼撒王 他是个征服者 他是个得胜者 这么骄傲 这么伟道的一个君王 竟然像一个被掳的年轻人 但以理俯伏下拜 这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 圣灵的工作是这么样的一个彰显在 但以理的生命里面 以至于让但以理这样的出类拔萃 与众不同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欢迎圣灵在我们生命来工作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圣灵必要在灰尘当中抬举你 圣灵也必要在粪堆里面 祈拔你 使你居上不居下 做手不作为 阿们 所以第一 你要欢迎圣灵在你的生命里工作 第二 你要随时多方祷告 好不好 再提醒自己一下 我要随时祷告 我们来看两节经文 三节经文 但以理书二章十七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 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 哈纳尼亚 弥撒利 亚撒利亚 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 施怜悯 将这奥秘的是子民 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 与巴比伦其余的择世 一同灭亡 这奥秘的事 就在夜间的异象中 给但以理显明 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 但以理不但欢迎圣灵 在他生命当中来工作 同时但以理他也是一个 随时多方祷告的人 但以理的祷告 充满在整本的但以理书里面 为什么 基督徒需要祷告呢 为什么基督徒要祷告生活呢 因为 祷告可以让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眼目 从那个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 来转向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 大而可畏的神 因为祷告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神的带领 因为祷告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有力量 有盼望 因为祷告可以让我们领受 从天上来的智慧与能力 我们可以领受 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祝福与恩典 阿们 有一天晚上 这位伟大的君王 尼布贾尼撒君王 他晚上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 这个梦让他整晚睡得非常的不安宁 可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 当这个国王一早醒过来的时候 竟然忘记 他昨天到底做了什么梦 他忘记了 他忘记了 那个奇怪的梦 他又觉得这个梦实在对他太重要了 他一定要弄清楚 我到底做了什么梦 于是他就下达了一个命令 把全国所有能够能够解冒的人 把全国所有能够解冒的人通通招到王宫里面来 然后又给他们下了一个命令 你要把我那个忘记的梦 给我说清楚 不但说清楚 还要把梦的意思给我解释清楚 如果做不到 通通砍头 哇 这是什么的命令 这个命令真的是非常的荒唐 无理 而且非常的恐怖 有什么办法呢 这个是国王 国王握有身杀大权 谁敢不遵从呢 于是这么多的会解梦的人 他们就开始慢慢想 开始尽力的努力的想 可是想过来想过去 求过来求过去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诚实地对尼布贾尼撒王说 王啊 你这个命令很难 我相信普天之下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为你说明你的梦是什么 也没有人能够解你的梦 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国王一听到之后 不得了的非常的生气 就说 你们既然没有办法解释我的梦 那留你们何用呢 通通杀了吧 于是国王就命令 护卫长雅略 把他们通通砍了 护卫长雅略 听到王的命令 就拔出刀来 充满了杀气 就挥刀向这一群人砍过去 这一群人真的是无望之灾 看到雅略拔着刀 两眼通红 充满杀气 向他们走过来的时候 他们吓死了 他们就一边逃命 一边惊声尖叫 而雅略就在后面拼命地追赶 拼命地向他们砍了过去 你可以想象 当时整个的环境的气氛吗 非常的恐怖 非常的血腥 非常的混乱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情况底下 有一个人突然跳出来 站在雅略的面前 拦住雅略 不断地跟他说和睦的话 安抚了雅略 让雅略停下脚步 然后他请雅略回去跟国王求情 请国王能够再宽限几天 让他把王的梦说清楚 讲明白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 但以理 为什么但以理 在这样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 他冒着 他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 来躺这一趟的浑水呢 而且他真的有把握 能够说出王的梦来吗 我相信 在但以理里面 那个圣神的灵 圣灵 在吹逼着 在感动着但以理 勇敢地来做这件事情 而但以理他也愿意 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相信当时他站出来的时候 他一定不知道国王到底做了什么梦 否则他怎么会求王给他宽限几天的时间呢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国王做了什么梦 他更不知道国王的梦要怎么解 他竟然就顺从圣灵的引导 把这个天下又难又大的事 揽在自己的身上 为什么 因为但以理知道 这是出于神 神必然有他奇妙的带领 我虽不明白 但我的神完全明白 我虽然不晓得答案是什么 可是我的神 他一定有答案 于是但以理就回去 他跪在神的面前 他迫切地祷告 迫切地寻求 求神把这样的奥秘事向他来显明 他不但自己祷告 他还去找了他三个好朋友 一起同心祷告 个人祷告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可是一个人祷告 有时候也会软弱 人有时候也会疲惫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有属灵伙伴 来帮助我们 来扶助我们 可以一起到神的面前 同心祷告 寻求 而当但以理跟他三个好朋友 一起同心祷告之后 神果然把这个奥秘事 向但以理显明开来 于是但以理就把所得到的 这样的启示 向国王说明了 解开了 国王听到之后 这个天下无人能解的梦 无人知道的梦 竟然透过但以理的口 说出来了 哇 这个时候的尼布贾尼扫王 他不得不 心悦臣服的 五体投地的 向这一位年轻人但以理 扶服下摆 不但如此 他还高举 他还提拔弹衣理 成为国家重要的行政领袖 弟兄姊妹 当然我不晓得你现在面临的环境如何 也不晓得你遭遇到什么样的难处 有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不明白 我也不晓得那个方向在哪里 我也不晓得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 可是不要忘了 你有一位神 他什么都明白 他凡事都有答案 所以你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 好好的来祷告 好好的来寻求 同时你要邀请你的属灵伙伴 你的配偶一起同心祷告 神必把方向告诉你 神也必把答案向你来显明 好让你可以经历 神伟大奇妙的作为 阿们 第三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天天坚固对神的信心 你要天天坚固对神的信心 一节经文 但一书六章十节 但一里知道这尽力干了一玉席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 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 祷告感谢与树长一样 但一里他不但欢迎圣灵 在他的生命里工作 他也是一位随时多方祷告的人 同时他也是一位 对神大有信心的人 当波斯玛黛这个王朝的时候 当时的国王叫做大立乌王 这个时候但一里 他的官位已经做到非常非常的高 是全国里面最高首长的那个总长 三个里面最高的那一位总长 这个时候但一里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我们可以想象 在大立乌王的生活里面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他的工作量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繁重 他要对很多事情 他要去处理 他有很多的功务要去批 他有很多的命令要下 他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 同时我相信他的行程一定也是排得非常非常的慢 但一里他每天所面对的挑战跟压力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可是不管但一里的生活是多么的忙多么的累 有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去拦署的 那一件事情就是祷告 就是祷告 但一里怎么祷告的呢 我们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但一里他每天要三次祷告 每一次祷告 他向着神双膝跪在神的面前 一日三次感谢祈祷 与述藏一样 什么叫述藏呢 述藏就是一个生活的习惯 我平常就是这样子 我不是有事才祷告 而是我每天都祷告 几次一天三次 那我每次想到一天三次 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 那就是吃饭 我们每天的述藏是什么 每天吃饭 一天吃起餐 一般人 我们讲正常的一般人 一天吃三餐 那为什么每个人每天要吃三餐呢 因为吃了饭才有力气 吃了饭才会有精神有活力 如果今天不吃饭 那我们就懒洋洋的 我们没有力气 我们什么事也做不了 但一里一日三次的祷告 就好像人一日吃三餐一样 非常非常重要 吃了饭有活力 但一里祷告了 他就有力量 他祷告了就可以领受 从天上来的给他的智慧跟力量 以至于但一里可以日里万七 以至于但一里可以面对这极大的压力跟挑战 因为每天的祷告给他带来的智慧跟能力 这也就是但一里为什么可以这么出类拔萃 与众不同 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一里的官位是越做越大 因此就有很多人对他嫉妒 很多人就对他怀恨 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的要去找 要去挖 但一里生活上的一些毛病 一些缺点缺失 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找 他们怎么挖 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控告 但一里的把柄 但一里真的是了不起 他的生活见证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美好 连仇敌千方百计要找 竟然找不到 可是找不到他们就没有 没有因此就罢守 他们反而聚集起来一起商量 最后他们得到一个结论 他说如果要控告但一里 唯一的方法 就是要从他的信仰上去下赏 于是他们就设计了一个轨迹 他要国王颁布一个禁令 命令全国的人 所有的人在三十天以内 不能向别神祷告 如果有人违反的话 就要把他丢到狮子坑里面去 喂狮子 其实说真的 这样一个禁令 对大部分的人来讲 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只是三十天 不要跟神有任何交通 不祷告而已 那既然国王这样禁令 那我们就遵守吧 反正我只要跟上帝请假 我跟上帝请假个三十天 我就不祷告了 三十天忍一下就过去了 反正平常祷告的也不太多了 所以三十天不祷告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是一般人 应该讲是有的人 可是这个禁令 对于但以理来讲 就是一个信心上 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这是但以理的树长 是一个生活习惯 这个生活习惯就好像人吃饭一样 三十天不祷告 就好像一个人 连续三十天不吃饭 三十天可能你觉得不太严重 再把它乘三餐的话 那就等于九十顿 九十餐 你都不能吃 那这很严重 所以但以理这个时候 面对一个选择 是要听从国王的禁令 保全自己的性命呢 还是 不管国王的禁令 即使会被丢到狮子坑里面 去喂狮子 我仍然按照我的竖长 不间断地祷告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但以理 你这个时候 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但以理知道 这一个禁令已经盖上王的玉玺 代表这个命令是不可能改变的 可是祷告的生活 是但以理信心非常重要 不可或缺的 所以但以理 他持续 一日三次 跪在神的面前 祷告 感谢 与树长一样 地上君王的禁令 也不能拦阻 但以理的祷告 一点都不能动摇 但以理对神的信心 但以理这样一个信心的行动 果然就让 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去 喂狮子 而就在这个非常紧急的 关键的时刻的时候 神忽然从天上伸出手来 封住了所有狮子的口 这群狮子也蛮可怜的 看得到但以理 但是却吃不到但以理 但以理虽然在狮子坑里面 它的周围都是狮子 可是但以理却是毫发无伤 这个狮子走来走去 就好像在保护但以理一样 好像在喂但以理守夜一样 哈利路亚 我们真的是要赞美我们的主 但以理的信心 神的工作 就大大的粉碎了仇敌的轨迹 跟攻击 不但但以理安全无余 同时神的名也在外邦王的居子中 大大的被高举 大大的被尊荣 但以理的人生不是没有大风大浪 但是你会发现在每一个风浪之中 但以理都活出一个非常精彩 丰盛美好的见证 为什么但以理的人生 可以这样子处处精彩 处处丰盛呢 这是因为但以理 欢迎他里面的圣灵 在他的生命里面工作 这是因为但以理 他随时多方的祷告 他跟他属灵的伙伴 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祷告 这是因为但以理 天天兼顾他对神的信心 在这2021年 这个新年的一开始 一月的时候 好不好 让我们所有属神的人 爱主的人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效法 但以理 这美好的榜样 好让我们每一位属神的儿女们 都能够活出一个精彩 丰盛的人生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爱我们主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你把但以理的一生 摆在我面前 你的眼目 没有离开过你所爱的儿女 虽然那个环境是多么的艰难 多么的困苦 可是你的恩手 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儿女 而但以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 也没有自暴自去 他也没有自怨自爱 他反而是更深的抓住主你自己 他欢迎圣灵在他生命里面来工作 他不住的祷告 他不住的坚定对你的信心 主啊 所以他的人生里面 处处有惊险 可是处处有神里的恩典 陪伴着他 主啊 我们真要说 这样的人生 也是我要的 所以求主也来帮助我们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选择来信靠你 虽然有时候我不明白 我也没有答案 但主 你总知道 在你总有答案 总有方向 你要必要把一个突破的恩高 大大的从天上赏识给我们 好 让我们可以不断的经历更新 不断的经历恢复 哈利路亚 是主我们来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愿你常与我们同在 常在我们生活当中 遇见你 伟大奇妙的工作 哈利路亚 是我们来赞美你 好不好 这个时候邀请你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 我们用这种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 哈利路亚 祝你能离合起的伟大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事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争的事 我们从头再来 祝你能离合起的伟大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看到的事 不可能的现实 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 当我感到软弱无处 当我感到软弱无处 你能离现得完全 你能离现得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祝你能离合起的伟大 你能离合起的伟大 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 虽然我感到软弱无处 你能离合起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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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到软弱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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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既如此真实 亲爱的弟兄姊妹 说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我们要的环境 而那个环境的一些难处 就是自动的会到你的门前来扣门 是的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环境 可是我可以选择全心全意的来信靠 这一位在天上做宝座的神 祂是大而可畏的神 祂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 你愿不愿意在各样的环境 再次来到神面前说 是的 主啊 求祢强烈的明显的工作 在我的生命里面 不管我遇到什么事情 主啊 帮助我 再次把我的心对准祢 再次欢迎祢来工作 我要不住的祷告 不住的祈求 因为我对祢是大有信心的 哈利路亚 特别在软弱无助的时候 主啊 祢能力要来忽必我 哈利路亚 让祢的神迹奇事多而又多的 彰显造的生命里面 是的 主啊 我要 我要这样一个精彩 丰盛 诱服的人生 哈利路亚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力显得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神记录之尊事 不是自己依靠势力 乃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神记录之尊事 当我感到软弱无助 你能力显得完全 我要全心的相信 你神记录之尊事 不是自己依靠使灵 那是依靠你的灵 我向你全心祈祷 你神记录之尊事 亲爱的朋友 当神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虽然困苦的环境 我们依然有喜乐 依然有平安 所以这个时候 我要邀请 你从来还不太认识耶稣的人 你还没有接过耶稣的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因为耶稣神应许我们说 你只要接受祂 圣灵就要住在你的生命里面 而且永远不离开你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应许 如果过去 你从来都还没有接受过耶稣的 这个时候邀请你 来做一个 接受耶稣进到你生命里面祷告 好让圣灵住在你的里面 祂来帮助你 祂来引导你 好让你可以得到 这样一个生命的美好 过一个精彩 而又丰盛的生活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 成为你个人救主的 我说一句 你也说一句 好让我们可以接受耶稣基督 进到你的里面来 好不好 亲爱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赞美你 因为你是为我而来 你在石架上成就的救恩 为了赦免我的罪 为了是要把一个 极丰盛的生命赏赐给我 我愿意敞开我的心 好让你进到我的里面来 来帮助我脱离过去 帮助我可以进到 你那个爱子国度里面 得着光明 得着一个丰盛 得到一个喜乐的人生 谢谢主的恩典 听我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哈利路亚 主我们感谢你 我要恭喜你 如果你刚刚也跟着我 做这样祷告 你就是神的儿女了 真的要大大的来恭喜你 好不好 请你就主动的 跟我们的同工联络 同时我们旁边有 这一个绝字单 就麻烦你填写一下 我们同工会尽快的 来跟你联络 来邀请你 同时我们有一个启程 这样的一个福音的聚会 让我们一起在神家里面 一起来学习 一起生命来成长 愿神祝福你 哈利路亚 这个时候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在座的每一位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阿们 阿利路亚 愿上帝祝福你 有一个精彩 丰盛丰盛的人生 阿们